巨型高雄雄飞在半空中 大鯨魚跟他作伴 奇襟風箏節 天空變得七彩繽紛 奇襟老街也滿滿都是人 渡輪站也湧現大批遊客 外地遊客特地來朝聖 避免塞車搭船 從古山到奇襟 渡輪站排隊人籠 最長排了200公尺 有人等了半小時 人率有一點多 等了大概半小時 現在準備回去 我們大概回去比較早 大概等十分鐘而已 下午尖峰的時候 都有五艘船來輸運 風箏節擅長的時候 我們會再加一艘 迄今處處都是人 這裡是小朋友的天堂 水上氣墊樂園大排長龍 因為只能容納200個人 一個出才能一個進 避免水池爆滿 有人出來就有人進去 人潮多烤小捲攤 老闆忙到手軟 備料多了四成 多準備了多少 都只備了大概四成 對對對 都一直有人 沒有要等八顆票 海船店座無虛席 要嗑海鮮至少得等半小時以上 新加坡來的遊客 邊等座位邊研究菜單 還好啊 因為今天星期六應該 我覺得人潮比較多 半個小時我們可以接受 你看人潮很多啦 生意也沒不錯的啦 有的人起來 還說要等喔 沒辦法也要等啊 以後就都一樣嘛 迄今風箏節二十二日開幕 吸引萬人朝聖追風 今年目標三個週末六天 要吸引十五萬人次 來賞風箏 要做好需要排隊的心理準備 TVBS新聞林一邦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